大家好,今天给大家介绍一部韩国谍战电影《特攻》 二战结束后,朝韩被美苏分三八线而至 1950年6月25日,朝韩战争爆发,死伤者超过300万人 休战后,韩国谍报机构安启部和朝鲜谍报机构保安部 不断地向对方国家安插间谍,持续着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不久之后,今日城市是金正日上位 在金正日提制下,朝鲜准备重启核反应堆 金正日下令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NPT 对此,美韩两国分别召开了最高级别的对策会议 将会对朝鲜退出NPT的声明采取强硬措施应对 韩国的安启部察觉到朝鲜最近有了新动作 于是,他们以一名学生为诱饵,邀请来了他的老师 同时,也是朝鲜族出身并且多次出入平壤的核武器学家 金长赫教授参加学术会 最终,在韩国将金长赫教授控制住 通过一番威逼利诱,从金长赫那里得知 朝鲜的核开发始于89年东欧巨变 是以位于边城的朝鲜科学院为主展开的 重要的是,时间过去了四年 朝鲜的核武器已经不是开发阶段 而是已经拥有了核武器 为了进一步获得关于朝鲜核武器方面的消息 韩国找到曾是陆军少校的朴熙印 给他安排了代号名为黑金星的间谍行动 在接到黑金星任务后 朴熙印为了骗过朝鲜安插在韩国的各路眼线 开始抹去曾经身为军人的形象 过去滴酒不沾的他开始每日酗酒 接遍身边朋友的钱出入赌场 最终借的越来越多 成为了信用不良者 成功塑造了一个负债累累的堕落形象 之后,朴熙印的上级 为了让朴熙印渗透到敌方内部 打算让朴熙印去接触北京的朝鲜 对外经济委审议处长李明云 李明云虽然不属于政府官员 但是却负责朝鲜全部的外汇工作 同时,是能直通金正日委员长的人 是一个不能小看得很角色 韩国先前派出去的很多特工 都在接触李明云之后消失了 这次为了让朴熙印万无一世地接触李明云 韩国安起步给朴熙印伪造出了一个事业有成 非常有钱的商人形象 同时,整个韩国也仅仅有三个人知道 朴熙印的真实身份 这意味着这是一次形单影制的战斗 一段时间后,朴熙印来到北京 和与朝鲜对外经济委要员有着密切联系的清元九 接触了六个月 仍没有见到朝鲜的高增 就在这个时候 朴熙印的上级暗中操作 告发了朝鲜有人将中国产品 换成朝鲜包装卖给韩国的事情 事情被曝光后 朝鲜的张承勋被中国公安抓走 要想解决这件事 朝鲜就必须交旗欠中国供应上的25万美元 可是朝鲜明显拿不出这么多钱 或则这件事的李明云 自然而然地想到了朴熙印 这才有了朴熙印与李明云的第一次见面 两个人的第一次见面 李明云就向朴熙印抛出了三个问题 显然每个问题里都话里有话 好在最终被朴熙印巧妙地回答了过去 第二天 朴熙印再次找上李明云 答应可以借给朝鲜一笔钱 作为条件 他希望自己能和朝鲜做贸易往来 随后 朝鲜对外经济委郑武则向朴熙印提出条件 希望他能够提供有关韩国的军事机密 按照给出的机密的秘密性 给朴熙印报仇 朴熙印当然不会同意 把一个商人纠结的表情和神态表演的出神入化 终于取得了李明云等人的信任 之后 朴熙印向李明云提议 让韩国大企业到朝鲜地盘拍摄广告的业务 这样一来 朝鲜不用花费任何成本就能赚钱 李明云将朴熙印的这一提议告诉了金正日 金正日听后很感兴趣 想见见朴熙印 就这样 朴熙印顺理成章地 见到了朝鲜最高领袖金正日 并获得了以拍摄广告为名义的朝鲜境内自由活动权 有了这个权利 无疑为朴熙印在朝鲜寻找核武器事宜 提供了一个巨大便利 但这也仅仅是刚刚开始 接下来的时间里 朴熙印找机会靠近朝鲜核武器研发地宁边 并试探性地向李明云提出到宁边拍摄广告的提案 李明云也不傻 当即就以宁边是军事重体的理由拒绝了朴熙印 朴熙印无奈 只能找到了郑武则 借口宁边附近有古董没有被挖掘 想要去勘察 郑武则见钱眼开 一听可以接古董发一笔财 没多考虑就答应了下来 一段时间后 朴熙印如愿以偿地来到宁边 刚刚下车 李明云就送给了朴熙印一个勋章 随即让金部长带着朴熙印到附近考察 两个人一路走走停停 朴熙印发现 这里的百姓过着食不果腹的生活 街道上的尸体就像垃圾一样常见 尸体被堆砌成小山 一些孩童因为太过饥饿 在死人堆里寻找着食物 金部长看到此情此己 眼下又只有自己和朴熙印 便不仁感慨 不愿意让这个国家被金氏变成监狱 结果没想到 李明云送给朴熙印的勋章是监听设备 两人的对话都被李明云一五一十地听了去 没几天 金部长就被调离到了俄罗斯 与此同时 韩国总统大选的时间临近 支持金大中的民众越来越多 然而金大中主张的政治 是改善朝鲜与韩国的关系 这就意味着 一旦金大中当选 韩国的安启部就不再有存在的必要 这个消息 让安启部的人陷入恐慌 高层个个都想要自保 会与各方压力 朴熙印的上级崔市长找到朴熙印 希望可以让朴熙印传递消息给朝鲜 朴熙印深知 自己现在在朝鲜是生意人的身份 于情于理 传递消息的事情都不应经由他手 不过 通过这次和崔市长谈话 敏锐的朴熙印 还是嗅到了一些非比寻常的味道 于是 他提前在李明云的办公室安装了窃听器 根据监听得知 崔市长居然亲自来和李明云谈判 内容是在大选前 让朝鲜方利用核武器制造事端 从而引起朝鲜与韩国之间关系的紧张 作为报酬 韩国执政党将会拿出400万美金给朝鲜 这对于正确权的朝鲜 就如同天上掉了馅饼 况且 朝鲜也需要外部有敌人 才能继续压榨民众 因此 这场关乎利益的合作就此展开 朝鲜和韩国方代表 都对这次合作表现得十分高兴 唯有李明云 以及监听所有对话的朴熙印感到十分愤怒 事后 朴熙印找到崔市长 表示自己出生如此的替韩国潜入朝鲜 可现在 朝鲜居然为了让安齐部不被淘汰 不惜出卖国家 愚弄民众 这些人嘴上说着什么大意 为了国家 为了百姓 愿意献上一切 可当触及到了自身的利益 他们可以无恶不作 朴熙印实在难以想象 自己捍卫的祖国 竟然会做出这么龌龊的举动 这让朴熙印对自己所做的一切 产生了巨大的怀疑 同时 这次韩国和朝鲜的联合行动 也让朴熙印长久以来 建立的刚刚有所缓和的关系 付诸东流 朴熙印那些是渴望和平的 他不愿意看到战争 带给百姓的伤害 终于如此 他才甘愿接下黑金星的任务 之前来到北京 在和崔市长不欢而散后 朴熙印又找到李明云 就朝鲜和韩国合作的事情 两个人展开讨论 没想到李明云和朴熙印 有着一样的想法 就这样 朴熙印和李明云两人 惺惺相惜 决定共同阻止这场 朝鲜与韩国的合作 两人找到金正日 朴熙印告诉金正日 如果这时朝鲜发动武装袭击 极有可能导致广告业务被中断 而且朝鲜的武装袭击 很有可能会激起民众的逆反心理 从而导致金大中候选人压倒新胜利 重要的是 这次行动 金正日拿到了360美元 但是韩国支付的是400美元 失踪的40美元的巨项 不言而喻 明显是被朝鲜的其他官员贪污了 最终 朴熙印和李明云成功说服金正日 取消武装袭击 金大中也因此顺利当选总统 经过这次的共同合作 李明云对朴熙印越加欣赏 甚至将朴熙印邀请到自己的家中做客 并送给了朴熙印 一个客有浩然正气四个字的领带夹 这也充分体现了 李明云对朴熙印的信任 然而好景不长 韩国安齐部为了开脱 不让超纵大选的事情败露 对外公开了朴熙印的真实身份 还将朴熙印收成了 朝鲜与韩国之间的双面间谍 将所有的相关责任 全部推到了朴熙印的身上 没过多久 得知这条消息的李明云找到朴熙印 事到如今 朴熙印对自己的身份也不再隐瞒 李明云本想杀死朴熙印 但他也知道 这只不过是韩国想借朝鲜之手 杀死朴熙印的阴谋 李明云很欣赏朴熙印 也在相处的过程中 把朴熙印当作了朋友 因此最后选择放走了朴熙印 五年后 韩国女性李孝丽和朝鲜美女赵明爱 一同拍摄广告 在这化解冻结朝韩关系 化时代的重要时刻 朴熙印也与李明云再次重逢 两个人隔着人群 李明云夹一副眼镜 露出了手腕上 朴熙印曾送给他的假牢历室 人群的另一边 朴熙印解开西装 露出了领带上的领带夹 两个人仅相视一笑 但胜过千言万语 在两个不同的政治体制下 两个人的处境虽然不同 但他们之间的情谊永远都不会变 这部电影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 虽然是一部卧底叠战片 但是却能让人看得热血沸腾 同时 这部电影也向我们揭露了 政治方面的阴暗面 就我个人而言 电影中最精彩的 最令人动容的 是来自两位主演的对手戏 两人来自不同背景 从猜忌试探 再到信任 到最后的情形相机 以人物关系的变化 也隐喻了南北关系的变化 最终 在两个人的共同努力和牺牲下 南北关系也终于再度握手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如果想表达对我们的支持 就给我们关注 点赞和转发吧 下期节目 我们不见不散 拜拜